漢砖,这也是的,马步纹的,这叫什么纹,马步纹,这是漢砖的特别吗? 对,这是漢砖的特别,另外这叫化纹,这就是零形的化纹, 但这两个为什么厚度不一样? 有的大有的小,有的是瀑地转,有的是气墓的转,墓地也是墓地里的转,墓地里面也铺着地面? 对,墓地里面有大房子,都那么大 最好很留意,你也没有想参加人魚面。 还没有想参加人魚面,怎么还能参加人魚面? 对,墓地转,所以这就是拓卷好有的大机器 和安全小,而坚子读一种同纹。 那么,我们 footprints译法是不明。 也有的小肉计划,不过了什么址? 好,感觉这一天? 我却继了五脚那幅座,你不能写上银子, 我能写内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样一本著作的产生与隐喜又有着怎样的关系呢 因为当时隐喜它那时候是在楼关台 它是揭槽为楼就是修炼 它有一天的阳观天象发生了天空中极星悉行 如其有一股子像缓缓地朝这个寒谷关方向的悉行 它觉得有搞人要过关 于是它就在那里 等于是它也不换板了 它停在那看着 看到老子 他不放在楼关 说你要把你得的刀写出来 我才是放你楼关了 于是老子等于是在强迫的前提下 写了这个 他不得不得出去啊 第一是 作为道家的人 我们一般人理解 他对文字啊什么丰富都无所谓 他不会主动去写一本书 所以他解释了老子为什么会写这本书 他也不想当作家 最说明他是被逼写的 第二呢 道家强调 只无可奈何而拦之若命 为之道 就是说到你的不得已的时候 你还能从容地去面对和去做 在今天 研究道德经的人们 无不为老子所阐述的道所折服 有人评价老子的道德经 道尽天地玄机 人生智慧 智国全貌 那么老子这超人的智慧又来自何方呢 史料中没有关于这一问题的答案 而张珍对这一问题有着自己的推测 应该说有两个部分 一是本书 他出生这个地域的文化给他的滋养 也就是从他存孝到成长 到他以后出去 可能到周朝那儿 做所谓的收藏室 在前期他有着地方文化给他的影响 刚才到了周朝肯定是 他在做那个职位的这个过程中 他又会学习了很多 当时国家仓的那些图书那些知识 郭阳县所在的博州市 道家名人辈出 作为道家代表人物的庄子 陈团都出生于子 并在这里传道 当地人根据史籍记载和考古发现 也一直认为老子就出生在 郭阳县的天晋宫附近 那么在这个道家氛围浓郁的古城中 能否找到老子出生地的证据 和滋养老子道家文化的 一些蛛丝马迹呢 郭阳县教育局的潘子峰 一直以来都在郭阳县 寻找着有关老子的各种文物 近些年 潘子峰在天晋宫旁的马庄 发现了许多不同时期的古代方砖 这个小砖啊 宋代的 这是宋代的砖 这是宋代的 对对 这有什么特点 它的特点就是 它的规制 它一下比较就可以看得出来 你看这一块 这就是汉砖了 明显的尺寸 和厚薄都不一致 哦 这是汉砖 对 这是汉砖的 哦 这要大一些 这要大一些 那那边还有唐代砖的 像这个 哦 这是唐代砖的 唐代砖的 拉开一下 这是宋代的 刚才看到宋代的 哦 跟这个尺寸呢 和那个 汉砖 还有不一样 要厚一些 要厚一些 宽度要窄一些 在马庄范围内 这些汉唐宋时期的墙砖 随处可见 那么这些古砖 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我穷我盖不起房子 这个挖块石头 那个快弄快转的 我把这个 在那个 老子庙那个 挖块石头 搁这个 哦 那会儿是已经很残破了吗 那个老子庙 那还残破了 残破多年了 当地村民所说的老子庙 就是天津宫 桓帝本记中记载 汉桓帝梦见老子于庭 随即延细八年 在老子宫里建庙祭祀老子 而关于老子生于此地 当地百姓 也一直有着口口相传 老子庙有两千多年了 现在讲不尽 这个两千多年了 讲不尽 以前这个老子庙年 有个九屋 李子圈 有个冰小节 冰小节就是老子的酿 传说 这位白小姐 一天梦见一颗陡大的流星 扑到自己的怀中 之后便有了身孕 81年后的一天 白小姐在李子圆中 生下了一个婴儿 这个婴儿便是老子 八十多年就生 生下的李老子 呼 海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祝责 并且 老子 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地域运行了这样的一个文化 因为在老庄之前 这个地域中就有着渊道的文化的种子 我们今天可以称之为是基因 这个基因可以在蒙城地面上 处处的一个使前的文化遗址 可以有一个旁证 蒙城距离郭阳仅有40多公里 在蒙城发现的这处文化遗址 被考古界命名为玉池寺遗址 是一处以大问口文化为主的 原始社会聚落遗存 从1989年至今 先后进行了13次发掘 在1万平方米的范围内 宫庆里出房积78间 墓葬300余座 及大量的归坑祭祀康党 在众多的出土文物中 除了日常用品外 还有几件人们无法制造其功用的器物 其中有一种 现在的说明叫奇葛镂孔器 就是一个罐状的 然后上面有奇葛隔 这奇葛隔一共处了四件 这就说明这个器型 即便在党师那个时代 是一个定型的器型 就是每一件一定要做七个 而不是做六个或者八个 专家们认为 七角落空气 很可能是古代人祭神所用的器物 那么为什么每一件器物 都要选择数字七呢 这个奇葛隔 实际上代表着省内的回馈 我们后世这个奇这个数字 一般都用在循环王府这个层面上 包括为什么孔子 齐田齐叶男子配 包括佛托齐正道 就因为齐是一个辉宽 所以在御次一直处的这个器物 就表明那个时候 人们一定对齐这个设字 赋予了生命回馈的这个设字 这个意义 它实际上生命的回馈 其实就是道 就是道要采与的作用 那么这是我们这个地方 显明明已经对 虽然它没提出它的道 已经对这样的一个生命现象 已经对他们所领悟的 这个宇宙中的奥妙 有所展示 张真认为 鱼池寺中的文物发现 说明老子所生活的这个地域 在圆国的时候 就有了关于圆道的一个文化出行 秦学而善于思考的老子 则顺理成章地 把它们进行了归纳和总结 但遗憾的是 这些关于老子思考的来源 这些关于老子思考的来源都只是一种推测 然后鲜学那一块 然后鲜学那一块就是墨子 孔子那类它是鲜化 量文化是并性的 如果老子果真是一位隐士的话 为什么他的学说还广为流传呢 他自己不把名 把称名和称假 作为他的地义 他具体要做的事情 是要让这个道 他所理解的道 重新推行到人间 让人类 回到那一个春朴的时代 但是呢 他不以一个 什么样的名声 去做这样一件事情 他为了做到这样一点 可能他在省钱的时候 他就 我也许 我个人认为他 有意识地把他 所以他个人的信息 就延藏掉了 张真认为 这位与众不同的银者 在他生活的年代 就已经有着很大的名气了 以至于当时的孔子 也特意向他去求教问理 就在我们在郭阳县采访时 郭阳县单长向老家村 发现了一块汉代的画像石 潘子峰认为 画像石上的图案 也许与孔子问理老子一事有关 这个画像石 整个画面呢 分三层结构 上中下 上部呢 好像是三个侍从 或者学生模样的人 在旁边聆听画面中央的 两位老者在相互交谈 而画像石的下半部呢 是当时生产 鱼猎的场景 同时这整个画像石 不由得让老子顾理的人们 去联想 是孔子问理的场景 我们一般人认为梨茂 实际上梨是个文化 他不止情是因为他认为 那个梨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面对老子看似无理的行为 孔子是怎样应对的呢 孔子当时做的举动是 去下方 找到一个下方的地方 然后一次进前退回来 再一次进前再退回来 来回三次 就是上去左翼再退回来 上去左翼再退回来 这样的三次表明他对 这样的一个他经养了人的礼遇 作为一代圣贤的孔子 又为何如此虔诚地向老子问礼呢 那么老子由于他是做走操守藏石 那么他对于梨 走的走梨 他从指石层面把我的这个完备 那么孔子是知道的 所以呢孔子就去 要向他求教这个部份 老子所做的守藏事实 相当于今天的国家图书馆馆 或者管理员一致 这个特殊的工作 使得老子可以有机会卓览群书 那么他是怎样面对 孔子迁功的问礼呢 老子呢在第一次他问 他问什么事 李的时候老子说我不知道 没有回答他 连续三次 老子才说 小子少敬 你少先来一步 我姑且给你讲一讲吧 才开始了他们的对话 经过与老子的谈话 孔子回去之后 三天没有开口讲话 于是他的弟子子贡 他问孔子是怎样教导老子的 因为对于孔子的弟子来说 他觉得他的老师就是圣人 对谁都有指导的这个意义 他没认为他的老师 到老子那儿去教导老子的 孔子说 龙合则成蹄 散则成长 龙会合这块就有了这个路形 散了就是 我们说就像是 掌是只很美妙的画为 就是无论是喝还是散 都是很奇妙的 都是有一种大美术在 孔子对老子由龙的评价 《诗记》中有所记载 在天津宫附近出土的文物中 也有所体现 老子的道家思想 与孔子的儒家思想互为补充 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 东汉室张道陵创立道教后 更是将老子奉为教主 老子由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圣人 转变为道教至高无上的太上老君 那么在秦汉之后的漫长岁月中 老子思想是否依然能够得到人们的认同呢 随着道教的创立 郭阳县的老子庙 由纪念老子的庙宇 发展成为之后的道教公关天津宫 在天津宫的一处重要的考古发现中 人们可以看到天津宫曾经的兴盛 和历代帝王对老子思想的推崇 1992年 郭阳县重修天津宫时 意外地发现在原庙纸之下 有许多古代建筑遗存 安徽省文物局迅速组建了一支考古队 来到郭阳 省文物考古所所长杨立新 就是当年考古队的成员之一 我们从当年发掘的探方情况来看的话 它里面至少包含了有 唐代 宋代 元代 也就是明清 另外在早期这一段的话 唐以前也还发现一些建筑的一些 遗迹现象 众多遗迹的出土表明天津宫的历史十分悠久 而当年遗址的发掘面积也达到了3700平方米 我们现在所占的这个位置是当年发掘的老军殿的这个机子部分 这个老军殿也是天津宫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建筑机子 东西长是30.3米 南北宽的话是14.5米 这个电量是比较大 就现在这个电的规模我们向后看 就是说它这个电的技术可能比现在我们后面这个电量 这个还要大 还要大一些 据书上记载的说在北宋时期是占地三千亩 十亿数千云 逐渐这个规模之大 当地的这个老百姓流传了一个什么呢 就是说过去我们这个太清宫是起码关庙门 在这规模庞大的遗址中 考古队还意外地发现了几处较长的瓷器 更显示了天津宫曾经的凡圣 像这个这是北宋时期的 北宋时期呢 这个也是一个北池碗 这北池碗的话呢做的是非常精致的 另外呢就是说在这个池碗的底部 当时的话呢就是还有这个用毛笔写的这些字 宫 这个宫 就是天津宫的宫 出土的大量碑记中 更是记载了众多地方来到天津宫祭祀的场景 天津宫的兴盛不衰 显示了历代帝王对老子道家学说和道教的推崇 古今中外 无数人在从不同的角度去探索道的真谛 但至今为止 似乎还没有一个人的成就 能够超越老子的道德经 到北宋不是在这个字的层面上的理解 它背后是一个巨大的 我们无法形容的 没有内外之分的 保罗万物的 可以说是个境遇和空间 那么对它的理解完全取决于 个体生命的容纳的程度 你就像我们说 从海里面运水一样 你是小北你摇一北出来 你是港摇一港出来 你如果给海一样大 你能够村里给它一样多 如果是于是国家的 不是在这个市场中 我会认为我们在我们的 会议会您好 就是在一个文章的 那里就会让 board 等等 好 就像不过 想不过 老子 我们的 老子 我 这里 这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